男人突然惊恐地发现 自己的两个朋友竟然禁止了 并且无论自己如何喊叫 他们都一动不动 而就在男人懵逼时 一道刺目的蓝光在车外亮起 男人疑惑蓝光是什么 好奇地下车查看 却只见更加惊恐的一幕出现了 车子上方竟悬停着一艘外星飞船 紧接着飞船发出传送光注 下一秒 一个外星灰人就从里面走了出来 但奇怪的是 男人杰斯却没有丝毫害怕 任由灰人走到了自己面前 而诡异的是 灰人也没有抓捕杰斯 而是开口说要杰斯离开地球 否则自己屠杀人类时会连带他一起回 只因杰斯是外星种族中的蛙人族 几年前因为飞船遭受雷击 不得已这才留在了地球 灰人说完就离开了 杰斯也回到车上 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 可面对灰人的威胁 杰斯丝毫不当回事 因为就凭几个灰人还毁灭不了人类 但杰斯没想到的是 隔天就有一个黑衣男人找到了自己 对方是灰人用自己的基因和人类基因混合制造的混血 是奉灰人命令来给杰斯送飞船 杰斯当即吃了一惊 看来灰人的势力已经混进人类中 不是自己能抵抗的 杰斯思前想后 最终接受了灰人的飞船 但杰斯只是想把自己的孩子送走 他自己则选择留下来和灰人抗争道 因为在和人类的相处过程中 他已经爱上了人类 但仅靠自己一个人是行不通的 于是杰斯向军方暴露了自己的信息 军方立刻派出士兵 直接冲进了杰斯的房间 将他团团围住抓了起来 带到了秘密基地 杰斯向基地主管金姐说了一切 金姐同意和杰斯合作 但要杰斯依旧像往常一样生活 然后暗中调查灰人的阴谋 以及找到灰人的大本 军方则随时提供支援 可自从上次来送飞船的灰人混血消失后 他们就彻底失去了灰人的消息 而就在杰斯一筹莫展示 混血却又出现在了他面前 这次对方竟然是小镇的新任副警长 混血直接定住了所有人 可以向所有人揭穿他的身份 可混血却丝毫不慌 因为根据银河宪法 任何外星人不能向非外星人举报自己 否则杰斯就会被处死 混血要杰斯留下来可以 但是不能干扰灰人族占领地球 彻底撕破脸的杰斯丝毫不以为意 他转头就把混血的真实身份告诉了军方金姐 要金姐把对方拿下 可金姐却觉得 或许从混血身上 可以顺藤摸瓜查清楚灰人的阴谋 他要杰斯想办法从对方身上得到限祖 杰斯很苦恼 混血对自己很戒备 所以这个任务对自己来说简直难如登天 可没想到的是 晚上吃饭时 杰斯的人类好朋友杰拉说 自己对小镇新来的副警长混血有好感 想和对方增进关系 杰斯本来想拒绝 但他转念一想 或许可以靠杰拉从对方口中套出灰人的线索 于是杰斯开始说混血人很好 还是副警长 鼓励杰拉多去接触 而为了杰拉的安全 同时也是为了得到情报 杰斯制作了一个化妆品窃听器 放进杰拉包里 可没想到的是 杰斯在偷听时 好朋友红发姐找了上门 看见杰斯在偷听杰拉 他非常欺负 直接就把设备推在了地上 不得已杰斯只能将混血是外星人的真相告诉他 红发姐很担心混血会伤害杰拉 杰斯却说不用担心 因为外星人不会在公共场合对人类出手 但下一秒红发姐却通过杰拉的手机定位发现 杰拉带着对方回家了 两人慌了 立刻就要去救杰拉 而就在杰拉和混血聊得正开心时 红发姐闯入 说自己肚子痛要杰拉陪自己去医院 混血见状当即失去地离开了 等混血离开后 杰斯也走了出来 他这才把真相告诉了杰拉 杰拉刚开始因为杰斯利用自己很生气 但随后他就冷静了下来 决定帮助杰斯 三人制定计划 由杰拉把混血约出 然后杰斯和红发姐则趁机溜进对方家中 寻找关于灰人的线索 几人当即开始行动 等杰拉和混血约会时 杰斯和红发姐立刻来到了混血家中 可两人找了很久也一无所获 这时杰斯看见了混血放在桌子上的披萨 他当即毫无顾忌地吃了起来 但不加辣椒的披萨没有灵魂 杰斯没有多想便去拿放在客厅桌子上的辣椒酱 红发姐想阻止但是来不及了 下一秒 一个能量光照就凭空出现 将两人抓了起来 与此同时 混血手机也收到了家里的消息 瞬间他就知道了杰拉等人的计划 混血要杰拉说出杰斯的秘密 与此同时能量照中 红发姐要杰斯想办法逃生 可杰斯却说只要将能量照的插头拔了 能量照就会解除 但现在两人根本出不去 争吵时能量照开始收缩 原来是杰拉不肯说出杰斯的秘密 混血恼羞成怒准备杀死杰斯和红发姐 就在千军一发之时 小孩木木带着同学们闯了进来 因为他有特殊体质能看破外星人的伪装 所以他看破了混血的真身 于是带着同学来这里探险 同时他也是杰斯的人类好朋友 眼看杰斯和红发姐就要出威胁 木木直接就扯掉了能量照的插头 将两人救了下来 而另一边 混血见能量照失效 于是决定带着杰拉离开 却被老板拦了下来 因为老板通过杰拉的眼神 明白杰拉正在被威胁 混血见状就要和老板动手 丝毫没注意身后的杰拉 被杰拉一针麻醉剂制服 等混血醒来时 他已经被抓到了杰斯家 杰斯要混血将灰人毁灭人类的计划输出 可混血却说自己也不知道灰人的谋划 毕竟自己只是灰人用人类基因制造 杰斯发现对方没有说谎 于是开始威胁混血离开小镇 不然自己就将混血的灰人身份公之于众 到时候灰人为了避免惹出事端 一定会将混血杀死 混血怕了 只好妥协 可这也意味着杰斯再次丢失灰人的陷阱 而就在他烦躁时 小镇的镇长来到了他的诊所 因为镇长发现自己脚上莫名出现了硬块 但自己却没有任何记忆 杰斯本来觉得镇长小题大做 可当他看见硬块后 却大吃一惊 因为他认出硬块其实是灰人植入芯片后留下的 他当即就要对镇长进行催眠 想得知硬块怎么来的 镇长同意了 而杰斯将镇长催眠后 便开始询问灰人的事 没想到竟真的有了发现 在there ir在 kick Apple Flo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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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 a hallway I'm Cold SSSSSS